疫情爆發超過一年 當年今日,香港人費出托口罩和消毒用品 有做了消毒用品超過30年的香港品牌 去年決定不加價,不謀取暴利 但他們要面對成本上象的挑戰 一年下來,究竟他們怎樣應對挑戰,繼續發展? 疫情初期,最大問題是斷貨 原材料、酒精、口罩用噴火全部都會斷貨 首先要解決斷貨的問題 供不應求的時候,原材料價格會上漲 令到我們零售價都會相對提高 疫情爆發初期,香港人一罩難求 一直有生產口罩的斯洛氏也即時推出限救 又帶頭以130元出售口罩連洗手啫喱 希望可以盡力壓止炒賣 疫情帶動消毒用品市場的需求 斯洛氏仍然液壓按年增幅以倍數計 但同時又要面對市場競爭劇的問題 Wallin認為最重要的是緊守務實作風 一直以來,我們斯洛氏在過去30多年 都是用同一個方針 由於我們可能是醫用手術消毒的起家 我們要做文用產品,產品要務實 不要太誇張、不發酵 我們會生產一些最優質的 但同時又要貼地的性價比最高的產品 給客戶,用後備留住客戶 舉例,我們2003年沙士 當時我還帶著一行人去淘大衣著 逐層逐層去消毒 還送了一批抗疫的產品給他們 都是要身體力行 正面看到,無論多大的問題 我相信都會過 雖然本地疫情仍然反覆 但Wallin已經規劃好未來的品牌發展 希望斯洛氏可以出口到歐美 打響靈堂 短線裡面,我們肯定第一件事首要就是抗疫 中長線其實肯定要將產品精液求精 但同時,產品的價格要貼地 更加長遠來說,我們當然希望 可以將香港本地品牌私立市 推到海外,揚威海外 例如尼錦記、維他奶 他們都做得很好 我們有時去到外國 見到一些不只華傑外國人 他們都會用尼錦記的時候 我相信是我們每個員工 每天上班奮鬥的一個很大的原因 今集營商有解 重視產品質素,售價貼備 以務實作風爺口碑 在一起,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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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